随遇而安 人在苦海中一直往下沉 所以人总是千方百计想阻止自己往下沉 拼命地挣扎,想求解脱 但是人越挣扎,越往下沉得快 等到你觉得再挣扎也没有用了 索性放开了,手脚也不挣扎了 反而人会浮起来而获救 这就跟学佛改变人生的道理一样 在苦海中,越挣扎,越使要名要立,越往下沉 索性放下了,倒也解脱了 学佛人也是如此 当你左放不下又舍不去的时候 你就被境界所染,被环境所控制 等到你索性放下了 我无所谓了,我不要了,我够了 你也就解脱了 当时你劝人学佛时 对方不一定马上能接受 等到哪一天,对方遇到麻烦或病了 可能他才会想起来要学佛 这就是他的缘分到了 人道难受也得受 人道难过也得过 人道就是烦恼道 受苦受难消业障 消除业障求无上 人生无有百日好 生老病死,跑不了 艰难困苦,命运搞 超脱轮回,自己好 学佛后,静转心不转 随遇而安 时间长了,你的本性就会自然流露 学佛的诚心 无论处于何种境界 只要真修 本性自然如如不动 人生如无根的扶贫 起伏荡漾,漂泊不定 其实,制造扶贫的 就是自己的妄心 妄念,妄想 所以,控制好自己的武运 才能让自己有岸可靠 这个岸就是佛法的彼岸 望心,望念,心不见 起心动念,晚意念 真如本性,内心藏 修心改命,智如刚 学佛人起心动念 代表着你的心性转变 常变常动,心神不定 如如不动,视为佛心 人的心,像一个流浪汉 到处乱跑 所以,佛法要我们 关照自身的性格和习惯 关照自己是否如理如法 起心动念,就在你的佛性中 任何一个人讲出来的话 做出来的事 起心动念,其实都在武运中 都会对你产生阻碍 只有看见自己内心的武运 明了它的裂根 才能找到它 看破它,消除它 由如我们要把老鼠赶出去 你必须先点亮房子的灯 照到这个老鼠的存在 你才能把它赶出去 所以,照见武运皆空 就是要看见了 才能把自己的色、受、想、行、识 去看破它 去消除它对你意识当中的伤害 为时论讲的 万法为心造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管住自己心里的行为 语言和思维 就是在关照自己 无名业力会碰壁 旧夜星夜一起记 迷惑一山沉老翁 醒来方知在梦中 我们人在这个不平衡的社会当中 总会有很多不平衡的心理出现 然后会产生太多的不平等心出现 有的不平等 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 觉得别人对你不平等 有的是你对别人不平等 这是一个双向的思维导向 这就是一个缘起 一个缘分来了 你觉得不平等 一个缘分没了 你又觉得不公平 在缘起 在缘起缘灭中锻炼自己 佛心不乱 佛心不动 佛心长存 在缘生缘灭中 随顺变化 在修世间法和初世间法中 取得平衡 才能找回自己的真如本性 人间红尘世无奈 万般无奈虚随缘 欲望现前把人害 找回真性本应该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